你好,政治揭露 出交日是2月19日 这部片是录音会立即播出的 也会向大家讲一个信息 就是 政治揭露的240B 我是访问何君尧上了办公室 这部片被YouTube无理下架 没有任何上数 没有任何东西 大家可能知与不知之间 但是我都要给大家看 总之现在你按了进去 这部片 我自己的频道写着 有仇必记何志光频道 去到,你按了这部片进去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 总之说这部片直接拔走了 如果我再上升,他就说我重新上升 然后我把几火都改了标题 抗议油管无理灭伤河声 现在我骂你油管 又如何啊 那些黄营的KOL 说他们被YouTube打压 现在 现在 我有一部片 根本还未播出 没有标题 也不能上数 立刻就斩了 给YouTube 这个是财经揭露 未播出就斩了 没有盈利了 我给大家看 我给大家看第二个 政治揭露的片 有多少个有盈利呢 这个 何君尧那部片 他没办法说我这部片 遗了什么规 他现在说 不管了 有一些疫情 如果我 我的标题有提疫情 黑暴 黑衣 罢工 黄丝 现在呢 搞文字玉 比 那些 那些什么 无线 港台要受港管局控制 现在呢 他是任意 限制我们的言论自由 你甚至就说 喂 你和何君尧做节目呢 拿完这部片 不让你看 就是我觉得这种 无賴的美国人呢 我现在骂差你啊 你老母 我是说粗口的啊 你 你 你做什么 什么 把几火啊 真的忍了你很久了 就是你这些 我给你看了 政治揭露 240A 那就黄了 是不是 他说不准了 是永远不准盈利 跟着239 AB 黄的 238 B A又黄的 永远 A又给我啊 和他啦 五家产 237 黄的 236 AB 都是黄的 继续弄了 235 给你一套 当给黑衣 235 A说李文亮 又不行 又黄 234 黄 因为红糕重结 清洁香港 不行了 你们曾志豪啊 什么吴志森这些 你说你被人打压嘛 这些是不是我告诉你 这些片子出了两三个星期都黄的嘛 说陶杰又黄了 完全不可以盈利 是吧 说美国冠状病毒 又黄 是吧 232 插蕭苑是黄标 原来骂蕭苑也是黄标的 不给你盈利的 你可以赚view数 但是不可以有盈利 TVB 撒黑衣户黄标 是吧 陈永恩又没事 跟着你看到了 时间位 2月头开始 全部黄 但是后面也不是的 过年1月尾都黄 大部分的片子都是黄的 我给你们看也不怕 就按个按键给你看 前面就好些了 1月就有盈利 这些就是打压了 这些不是打压什么啊 你白做了 那你很滑啊 我自己就被你打压过的 2018年呢 我说六四真相 哎呦 我说支联会 骗子 说你美国佬 控制那些汉奸 在这里散播谎言 美国人 根本是世界上的 肿瘤 cancer 所有美国人都是 就是他们的美国人 支持他们的美国政府 用民主的制度 他们的政府呢 去全世界发动战争 发动新化战 根本就是cancer 整个国家都是这个人类 的肿瘤啊 由大到小都是 你们人民 支持政府 现在到处 杀人放火啊 在伊拉克杀人放火啊 在中国放毒 放毒 病毒啊 我骂你美国政府又怎样啊 跳 不就接我的台咯 所以说 我骂你美国佬啊 我没有标题啊 也都不上诉啊 这些片 吹啊 我发泄啦 反正也就黄的啦 我骂你又如何啊 支持你个肺啊 就是你们呢 这样呢 打压言论自由 你们王冥 就去扮嘰 法轮功是美国佬支持的 就去指挥 你老美 接着那些乞议员 就说不准封关 大哥一会儿又不准你搞检疫中心 一会儿就是社会破坏 我们那些就说 拜托啦 香港现在在检疫中 在一个疫症的时间 你们为什么美国的走狗汉奸 要害人 你害人会死人的 你们根本就是在这里杀人 我好像这条小子那样 我随便说些东西 这条小子呢 不知道叫做新进歌星 叫做什么 庄政 这个名字都像大陆人那样 但原来参与暴动被人告暴动罪 现在呢 Sony Music就要 日本人呢就要取消他的份约 日本人对中国 嘻嘻嘻嘻 希望中国呢 搞定疫情 如果有什么不幸运 希望都可以借鉴一些经验 就是这样 是你这些傻的 要消灭我们的社会 破坏自己的前途 你们现在那些黑议员 或者那些无线里面的黑艺人 好像新美那样 很多人骂啦 你说要全面封关 你老母就不要回来了 老爸老母 扑你个鸡 你无线新闻还把他放出来 无线还把他放出来 现在你老爸老母啦 人家争取说不要封关 你又说不准隔离啊 那只船是什么船啊 五四五百个案子啊 你老爸老母就不要隔离 是不是人家的老爸老母 人家的家人就要隔离啊 不要惹到你心味 你老爸老母就不要困住 到处就行 你看啊 其实现在香港呢 这些艺人 我们骂完两句呢 又被淹没了 接着呢 心美的人渣 无线深恶无线的 能迫你看咯 那些什么物美因啊 红的心美 那些继续友好咯 基督徒啊 拜撒旦就像 基什么督徒啊 大哥 作模作样 现在呢,就扮好了,循善如流,旗现成 你很无奈的,你一定要同心美合作嘛 是啊,我知道 即是你基督徒的骨气是不存在的 没有工作,没有前途 都要拒绝邪恶的,应该叫徒 是吧?我呢? 最多这套片就被人拿走了 这套片又是黑妈妈 我以后出这套片,出几个钟给YouTube搞到黑妈妈 对不对?最好你YouTube直接了我一条片 断了我娘,我何志光,我家里有啊 我读神学四年,自己出钱 现在我自毁啊 我自毁啊,现在是吵架你,美国人 我吵架你YouTube 那怎么样啊? 你坏我,二十一万五千人 以后没片看,没所谓的 我等你坏我啊 你够不够吉思坏我啊? 你坏不够支持YouTube? 吵架你老母 吵架你啊 这个网友李斯文都没犯法了 听听我几句粗口吧,我发烂了 现在,吵架你老美啊 有你没你,说香港的一哥去拆鞋 你老美 拆美国佬的屁股呢 你就不敢算是拆鞋 你郭榮欣吵架啦,吵架你 吃屎啦! 你这些是人渣来的 见到美国佬呢,笑到整个西子 你塵四万你吃屎啦! 你郭榮欣你做汉奸 你汉完奸,香港乱 会死人的 你们什么时候有联敏过我们香港人啊? 你参暴动就是对我们香港人没有联敏的 我做基础图在说什么呢? 我说就是 无论如何 香港人 有没有饭吃是最重要的 香港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你们不应该在疫症狗 要害死人 害到我们有人死 你们不应该罢工 令到那些社会经济转差 失业率三点多 你们不应该在香港没有口罩的时候 落井下石 我诅咒呢,黄维基 HKTV嘛,是吧? 你去够说印口罩 跟着呢,骗了四亿多啦 现在一个口罩都没有 你家厂出了一个口罩没有? 这一刻没有啦 但是你先代一四亿先 现在你卖一千八百九十九元 屌尼老尼 你们这些不是人来的 我现在骂啊,我发癲啊 行不行啊? 你当我看癲脑咯 另外啊,有个家族 开名屌尼他 屌尼就屌尼咯 没办法啦 李嘉诚 为什么人家去爱你呢? 我真的不明白啊 闪着 这个风宅 要说 渔云干 闺语 成哥 我戴上了口罩 扯上了港独旗 光复科广时代 革命啊 我凭这一点呢 我真是问候李嘉诚了 问候你娘 问候你全家 你为什么 你不谴责他们呢? 为什么你不去切割呢? 我没说你跟他们有关系 但是这些暴徒 现在要说袁荣光归于成哥 你应该出声明啦 跟这些暴徒切割啦 我呢 按事实而已 我屌李嘉诚是我个人选择 我屌李嘉诚老母臭乞 那又怎样了?死了啦 何君堯的家里也被人挖山坟 我屌李嘉诚老母臭乞又怎样了? 我没有委托啊这些东西 不过我觉得你 李嘉诚家族呢 应该跟那些暴徒切割啦 人家说又爱你了 是不是?又弄个深深符号给你了 爱成哥了 你应该切割 说你们不要那么爱戴我啊 你觉得你们这些破坏社会的人 和我无关 李嘉诚你给点鸡屎我啦 是不是? 我没说任何鬼胖 我直接屌李老母是发挥我个人的情感 屌李老美 我呢 没有说其他东西 我屌咬HATV魔 屌咬黄维基 你干什么可以卖1899元 口罩 你这些是不是落井下石 趁火打劫 张建宗说自由市场 那当然是仆街啦 你林郑政府就不知道什么 是不是? 我们说正常东西的 才给你打压 你们说武汉怎么危险 武汉液浮 整个湖北 直接是液散 是啊 我有一些数字的 六万 六万一千 湖北 六万一千 一百 六八八二 六一六八二 他总部呢 累积数目呢 湖北是这么多case 湖北以外呢 大约万二个case 湖北以外的新增 只有五十八单 然后呢 我早几个小时去看这些数目呢 我看着 湖北以外呢 真实要处理的case 湖北以外呢 湖北以外应该是一万 总累积是一万二千五百多 湖北以外呢 但是呢 我看着 一个下午呢 由七千 一百 七十几 跌到七千 一百四十六 一个下午呢 已经有大量人治愈 即是说 现在湖北以外的数字呢 就是 好的人越来越多 接着呢 染上的人呢 增加的数字很少 所以对比呢 要睡医院的人呢 全中国 除了湖北以外呢 是不断降低 握住手上的case 死了不算啦 医好了不算啦 是不是 但是你们呢 就在说 人家湖北怎么不好 怎么不好 你们不要作啦 我们做直播 湖北的人打电话来 那些香港人说来 喂 我有东西吃啊 我是不够口罩而已 整个湖北都不够 全中国都不够 没办法啦 原本一天做四千万的口罩 谁知道现在呢 全中国十四亿人都要用口罩 这就是困难 那可到没办法 没口罩啦 但是其实 每个人在报告 就是湖北够粮食 为什么呢 封了路也有粮食的 人家很抽咯 接着呢 世卫呢 要称赞 中国政府 在香港的黑暴呢 就鸡蛋里挑骨头作故事 他说 中国不仅呢 成功呢 撲灭一场大火 避免其他地方起火 中国疫情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 这个呢 世卫组织呢 卫生危急 在香港呢 你们这些人 在那儿做护士 在那儿搞政治 现在呢 浪费那些医疗资源 要香港呢 两三个星期后呢 就要崩溃 医疗系统 你们呢 就去 如果政府不摆满警察呢 你们就会呢 去攻陷那个呢 在火炭那条村 好似乎俊鸣村 那么 如果政府不摆满警察呢 就要攻陷了 你们呢 林郑呢 有很大机会是放水的了 不出声 那就攻陷了 你们呢 这帮曱甴 是很没人格 很没人性 我们讲正经的事情 YouTube就打压 因为美帝国就是要打压 真正的 因为美帝国就是要打压真正的 你放纵谎言 民主的本质 就是说大话 谁有一个大规模的说大话的机器 就可以骗到钱 黄维基有黄梅餐了 他就可以上市咯 他够吹而已 他那个生产线 你证明给我看 疫情四月之前 出到口罩的 那就OK咯 如果你四月之前 你出到口罩 即是三月未出到口罩 你这部机器可以生产东西 那你就没可能卖到1899了 那些口罩 是不是 你只是力够催而已 现在我看 中国湖北以外的疫情 二月内搞定 就是说 开始那些死亡数字是停了的 完全可控 死亡数字 停了 治愈数字不断增加 这就控制了 是有人病 但是死亡数字不升的话 真的是处理得到 接着 湖北的疫情 现在是有信心的 因为中国很多地方的人 搞得到疫情嘛 就是盧重贸那些 在深圳的 就上去湖北咯 那数以万计的人 医护去湖北前线打仗 怎么会像香港的医护这么仆街呢 屌尼老尾 你们都去罢工 还要搞政治 还要倒乱 这些人 现在我觉得我赞成职炒 因为 其实现在在倒乱 但是林郑和范红凌 现在是中庸 不说这么多了 反正这部片 都是没有盈利 甚至会说两句就接了 说这么多 先